把邪 邪就是不正确的 见解 思想 邪思 邪语 邪业 邪就是你的造作 你所的造作行为都不是正确的 邪命 这个邪命是生活方式 那么用现在的话就说 你不是从事于正当的职业 你这个行业是有过失的 哪一种行业 杀生的行业 这是邪业 那么佛对出家人 出家人的生活方式是突破 如果你自己跟踪 你自己还能做生意买卖来赚钱 协议 这不是真意 那么在从前 寺院安堂 债主有奉献的土地 田地 山地 寺院可以 教给农民去跟踪 像收租一样 作为寺院的经济来源 所以 以前的修行人 不必看信徒的脸色 为什么呢 无穷于信徒 我的生活能过得去 现在不行了 现在寺院安堂里 土地没有了 山也没有了 靠什么 靠金蚕佛寺法会过日子 要看信徒的脸色 这个是血液 这不是真意 那我们可不可以不看信徒的脸色 那过日子呢 问题只要你有信心 这信心很难 大家都没有信心 如果我们不做金蚕佛寺 不做法会 我们会卧死 这个很早 大概是我说这个话 总有应该有四十年前 有一次 借下了安居 是在基隆的大厨寺 老和尚请我去讲乐音经 那一年 我四十五岁 就是应该要死的那一年 老和尚请我参加 借下安居 讲乐音经 那么教师呢 正好就在委托殿的后面 那个前面就是委托菩萨 我跟大众讲啊 我们不要做法会 不要做金蚕佛寺 我们好好地学教 依教奉行 如果我们这一批出家人 在这个地方真的过死了 冻死了 委托菩萨是护法了 头一个他要彻职查办 大家都听呆了 可是怎么样呢 还是不擅心 那就没法子了 那一年讲乐音经 讲到第三卷真的 我得了重感冒 心里一想呢 寿命到了 所以我也不找医生 医生只能医病啊 不能医命啊 所以也不吃药 跟大家隔离嘛 那时候有几个学生 每天给我送一点洗饭 送一点咸菜 我就念佛求生净土 没有咋念 这样念了一个月 身体就恢复了 就没有走了 我这一生的时候 就是那一次的病最严重的 应该要走的 我们三个同学 命都是一样 都是活不了四十五岁的 四十五岁那一年 二月走了一个 五月走了一个 我是七月 轮到我了 所以我并没有想啊 我会活得很长久 我学佛 把我的时辰就定在四十五岁 后头没有了嘛 那那就不必谈了嘛 所以比别人呢 会认真一些 受命没有了 不敢不行了 所以没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这个时日 这个下干局这一种事情 我的提倡就说 我们不羞认 我们认真修行 我们要靠佛菩萨 我们要靠佛法人 这个教会 也是张家大师敲文 而且他老人家告诉我 令人间上说得很好 将此身心奉尘差 势则名为报复恩的 一心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是佛会命 鸿法立身 你一生都是佛菩萨招谱 自己一点都不要操心 我听得很欢喜 佛菩萨招谱 一点都不操心 所以顺经很喜欢 逆经也很喜欢 那为什么呢 佛菩萨安排了 一定有道理 每一次一个重大的挫折的时候 有一个大幅度的向上提升 这个很多同学都看到的 到今年 我多活了三十五年了 很不容易 这个霸协要取啊 这个协业 协命 协方便 协念协定 所有一切 不是正法 我们都应当要放下 这个霸协放下之后 你心就暗了 为什么你心不暗呢 你有协计 你有协思 你的心怎么会暗 六祖讲的这个 是最基层的 同事出世间法 这个世间同修 经营任何的事业 你能够遇到这个修行 你身心安稳了 烦恼清 智慧长啊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你都会做得非常成功 你知道如何去经营 如何自立立他 然后再把你心里面 自信里面 所有一切不善 要把它放下 那这个里面 六祖所说的 我们并不难懂 这一切不善是什么 我们今天讲的 坏习气 不善的心 这里面统统是讲信 不善的心 不可以 这个善的标准 它的标准就是 是善业道 凡是与是善业相违背的 那你就是不善 不善的心不可以 邪迷心不能有 邪迷是什么 你不跟佛菩萨学 不跟圣贤人学 你去跟这些妖魔鬼怪学 就错了 你看看 满清王国的慈禧太后 她就是邪迷心 不相信佛菩萨教会 不相信高僧大德的指导 她去嫁及妇乱 一切求助于鬼神 这是邪迷 这是错误 戒害 这个戒害 往往就是一种报复 不可以 人家的伤害 我一定想到 夜饮古报 早年我在美国 我知道美国有个 预言家 凯西 这个人很出名 二次大战当中 她过世 拘令我们 不算太远 我看过她的一些报告 她曾经有一句话 给我的印象很深 她说全世界 任何一个人 你每一天所遭遇的事 决定没有一桩事情 是突发的 没有前因 突发的 她说没有一桩 通通都有过去式的因 还牵涉到来式的 这个问题 也就是因果通三世 那别人毁报 别人侮辱 甚至于别人来陷害我 我立刻就想到 前世的原因 果报现前了 果报现前怎么样呢 要好好的承受 没有惩悔心 感恩的心的承受 报掉了 如果我还有诚惠心 还有报复心 麻烦大了 怎么样呢 深深逝逝 渊渊相报 没完没了 总希望一切果报 到这一身来 全部都报掉 这个好啊 所以是感恩的心来对待啊 有很多同学不知道啊 法师 他来侮辱你了 伤害你 你为什么要感谢他 没有报复 不恨呢 就很好了 为什么要感谢他 我一定要感谢他 而且我自己修行 天天给他回向 为什么给他回向 因为他帮我消业障 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个代价如果是重 信是绝果 如果轻一点的时候 果报在来时啊 他会躲散土啊 因为他造的业是不善业 这个我们清楚啊 我们给他回向了 希望他将来的时候 这个获报能够减轻 时间能够缩短 我们心目当中 他本性本善 他本来成佛 是他痴迷造的这个过失 我们明眼人啊 明白人要谅解他 要帮助他 知道他所作所为 是正常的行为 那这个是我这么多年来 跟老师跟经典 所学习到的心得 我真的用在生活上 我用上了 所以你们大家 无论在什么时候看到我 我很快乐 我跟许多同修说 我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 最幸福的人 我能做到了 你们诸位 每一个人都能做到 所以首先要明了 那么这个教育 一天都不能离开 确实像孔老夫子所说的 能语上曾经讲过 他一天不吃饭 一夜不睡觉 在那里做想 想来想去 不如学也 好学啊 孔子学什么呢 学圣人 所以他的方向目标正确 他能成圣人的 我们今天的方向目标 跟他定的是一样的 我们学圣人 我们学佛菩萨 学佛菩萨 就像佛菩萨了 我们今天所遭受的灾难 还没有像忍如仙人 遇到的隔离王 还没有人受到那么大的伤害 像隔离王 各界身体那样的伤害 佛菩萨能忍受 我们如果哪一天遇到了 想到佛菩萨能忍受 我也能忍受 忍如波罗米就圆满了 所以 这个报复 伤害人的念头 不能有 决定不可以有 再下面 我独行 忌独行 这个都是一般人 无法避免的 那我们自己 用这个功夫 自己有经验了 年轻的时候 有基督心 不是没有啊 不过 比一般人轻一点 这是真的 有基督 没那么严重 学佛之后 到什么时候 才没有基督心 给主说 三十年 真的 一点基督都没有 你就晓得 这个事情不容易啊 三十年前 看到别人好点了 还会动一个念头 很轻微动个念头 很快就消失掉了 三十年之后 我看到的一切 不动 念头不会动了 我自己是个过来人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禅区 禅区说 我们现在讲八戒人 有权有势的 也是人所不免的 都是习气 社在家呢 都是相当长的事情 这种习气 完全没有了 这个里面 得力最多的 是英国教人 真正懂得三十英国 晓得什么 人家富贵 做大官的 发大财的 前世都得硬 用不着基督啊 也用不着八戒 为什么 出不了六道轮回 富贵 享尽了 他纵然有余福 他还是要讲的 从天讲到人 人道 他还有余福 人道里面的佛报 享尽了 他到出生道享福 还有余福 出生道享什么福呢 你们想象 现在有很多富贵人家 养的宠物 真有佛报啊 那一家人 又一个不爱他了 照顾得无为不至 佛报 余福 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你要不要享这个福呢 看清楚之后 就很平淡了 那对这个就不起心 不懂念了 下面这个习气很重 无我心 这是我知 这个念头最难断了 佛在 《无意识经论》里面告诉我 执着是第七识 莫纳识 莫纳了 四大烦恼 长相随 居身烦恼 不是你这一身学的 深深适适带着来的 头一个就是国籍 职责 神是我 这是一般人的职注 神不是我 神要不要爱惜呢 要爱惜 要把他当作一种工具来爱惜 好像我们穿的衣服 衣服不是我 我这个衣服要爱惜他 干干净净 就很好 受命就可以延长了 好好地爱护他的时候 一件衣服穿十年没有问题 如果不爱惜呢 三年五年衣服就坏了 身体是个工具 身体不是我 那么外国有一些哲学家 懂这个道理 神不是我 神不是我呢 我思固我在 他认为说 那个能够思维 能够想象的 那个是我 现在外国人呢 不输个东方人 现在外国人说是 灵魂是我 就是身不生活 身有身灭 灵魂没有身 这个逐渐逐渐呢 跟东方人的观念呢 接近 如果有这个认知 我们对于身体 就不很在意了 对身体不很在意 身体就会健康成熟 因为对身体很在意的人 要想怎么样 好好地保养的人 越保养越坏 负责用太多了 随他去 让他阵阵长长 随其自然 这是最健康的方法 听其自然 不要过分地保养他 也不可以糟蹋他 这个才是健康 长寿之道 那么什么是真正灵魂呢 真正灵魂就是前面所讲的 自信自信 是真佛 真佛才是真正灵魂 不生不灭 不苟不尽 不来不去 那是这 所以明信见信 就是把真国找到了 找到真国 就叫做成佛 所以真国是佛 不是别人 所以千万不要 有我知 我知里头四大烦恼 这个要知道 为什么呢 要断 要想办法把它放下 我见 我爱 这个我爱是贪 我吃 我慢 慢是晨晦 你就晓得 三毒烦恼的根 在我那时 头一个就是指着我 跟着我来的时候 就是探着吃 所以这个是 俱身烦恼 一定要知道 把它淡化 所以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待人见 不可以有贪心 不可以愚痴 不可以迷惑 不可以傲慢 底下的什么 轻人 狂妄 狂妄是愚痴 轻人 轻人 是轻视别人 慢他 这是怠慢别人 后面是供高 抬高自己 这个都是 无事来的 坏习气 这个习气 你能够真地 把它断掉 放下 你心就贫了 四 容易断 习气 很难断 阿罗汉 我们在经典上 读到的 阿罗汉 烦恼 确实断 可是习气 没断 有一个 修行人 他说 贵族出身 贵族就带着 傲慢的习气 真的正 阿罗汉 国 阿罗汉 国的时候 傲慢 断掉了 贪嗔 迟慢 断掉了 可是 见到人的时候 还带着 傲慢的 那个样子 佛就说 他真的没有傲慢 他习气 没断 习气 要什么时候断呢 断了习气 就正 辟致佛国了 比阿罗汉 高了一几 阿罗汉 在四场断 辟致佛 习气也断 所以这个我们 不能不知道 知道这些 不是好东西 这个佛教 前年 我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在曼谷 在曼谷大学里面召开的 那我也是第一次去访问太古 很难得当时的副总理 也是查瓦利将军 接待我 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由于他的接待 我就得到了很多的方便 跟泰国僧皇 参观南传的佛教 南传 跟伯传 一千多年来 这条戒心在那个地方 没化解 小臣不承认大臣 大臣非复说 更不承认大臣的建议 大臣对小臣呢 轻慢 瞧不起 所以这个误会 搞了一千多年 无法化解 那我在泰国正好碰到这个姻缘 那一年正好是泰国皇太子 五十岁生日 太皇跟我也同年 今年也是八十岁 在泰国的风俗 五十岁是一生当中 最大的生日 最重要的 就庆祝皇太子的生日 皇太子就发了个愿 替出家人建了一个 生且医院 生且医院呢 因为小臣 持戒很业 生病的时候 女性的医生 护士都没有办法照顾 所以住医院就很不方便 特别为她建造一个医院 泰国出家人 有二十多万人 那么缅甸的周边一起 大概有将近五十万人 建造一个医院 我看到 副总理的夫人 筹款的都上台唱歌 他要求我参加 我看到心里都很难过 所以我就问 查瓦利先生 他是筹款的主任 主任委员 我说你们这个医院呢 预算要多少钱 他说预估的时候是两百五十万美金 我说你现在筹了多少 他说现在已经有五十万了 我当时我就答应他 两百万美金我送给你 这个医院明年就落成 他医院里面有一栋建筑物 他用我的名字 医院落成 一定要求我 而且泰国表示非常欢迎 我到泰国去 他会接待我 我为什么这么做呢 希望大小城这个裂痕把它拧护起来 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 大城帮助小城 小城帮助他 我们自己神吃兼用 我自己一生没有见到场 像这种化解 这个宗教 尤其是佛教里面的冲突 决定不可以有啊 不但佛教跟佛教 宗派不能有冲突 我们是亲兄弟 冲突 你天天让释迦摩尼佛流眼泪 你怎么忍心 你这能成佛弟子吗 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人 我在日本跟许多宗教谈到 其他的宗教不是唐兄弟 都是表兄弟 确实是一家人的 所以我们要参加 化解冲突 恢复世界的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从我们宗教徒做起 我们如果能够做到 我肯定能够影响政治 影响派系 影响族群 所以我对于 这个世界的安定和平 我很乐观 我不悲观 我就得有前途 人家问我为什么 人跟人相处 习不希望和无相处 你去问问 每一个人答复 都希望和无相处 这就是我们乐观的原因 我们就凭这个 保乐观的态度 怎么做法呢 要从自己心形做起 从我心 从我的行为上做起 不要求别人 求别人 这个事情一定要失败 要从自己本身做起 所以 这个后面呢 这都是谈经上的话 再除不善心 所有一切不善的行为 要放下 常见自己过 不见他人过 你的道业 就扎根 这个话是真的 六族在此地说 再往上推三千年 摇顺鱼汤的时候 我们的老祖宗 已经教导了 几所不欲 别人错了 他不对 永远不能发现问题 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 一定门关过起来 关起来 好好的去思过 你去想 其实今天这个社会的动乱 问题不难化解 为什么会变成这么糟呢 每一个人都爱面死 都不肯低头 都不肯认错 就僵在这个地方 让全世界人受苦难 如果哪一个 国家领导人 他真的明白了 他只要低头 向别人道歉 什么问题的话解 那我们新加坡 过去九个宗教团结 那怎么做的 就这么做成人 那个时候 王鼎昌做总统 王总统说得很好啊 他们夫妻两个时候 对我都很不错 我做的这个工作 他很欣赏 那我们能低头吗 我们每个宗教去访问 每个宗教的神 我都去磕头 他们看到欢喜了 我的神是真神 你们那个都是邪魔外道 这个怎么能活得起来呢 怎么能团结起来 我去顶礼膜拜 我去送礼送供养 当时我们佛门的 这些弟子们呢 还来找我 法师啊 我们信徒赚的钱很不容易 你怎么拿去给外道啊 老子问我 我就告诉他 我说人家做的那个慈善事业 他们办摇篮院 我们要不要办 要啊 他们办孤儿院 我们要不要办呢 要啊 人家办医院 办修校 我说要不要办呢 要啊 我说你去办行不行啊 他说我没有这个力量啊 我说人家办好了 我们去投资 我就有股东在里头了 这不是好事情吗 每一个宗教他们都办了 我每一个宗教里头都投资 里面都有我的股份 好事情吗 你们大家都有功德了 都做了好事情啊 新量要投开 天下才太平 如果人跟人都是固执自己的成见 不能够容忍 这个社会就有苦有难了 苦难谁造成的 就是我们小行量人造成的 你说你以为最苦 佛教人 心包太师 量州沙界 你的心量那么一点小 连一个其他宗教都不能包容 你不是佛弟子 佛教给我们呢 心量给虚空 发戒一样大了 甚至还包虚空发戒 怎么可以这么小心量 所以这个把大家疑惑 化解了 才有人送贤口办事了 要不然没人支持啊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 很多人都晓得 做世界和平的工作 做种族团结的工作 宗教团结的工作 得到宗教界的领导人 认同啊 也得到世界上 许许多多国家领导人的赞同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事情 有前途啊 总是要有智慧 要有耐心 慢慢地来 召集不得的 我们的业余所谓 欲俗武则不达了 你急着要想把事情做成 反而做坏了 反而把时间拉长了 要有智慧 要有耐心 要抓住机缘 散保加持 所有宗教的神灵 统统加持啊 我们很明显地能够 干出头 一桩事情 尤其是 这个社会的风险 不善良的风险 时间太久了 要想把它化解了 是一桩非常艰难的事情 我前后参加 国际和平会议 是八次 底下这个 巴黎这一次是第九次 我认识 许许多多的 这些专家学者 我们在一起交谈的时候 他对我爹讲也 都很赞叹 可是结论是什么呢 法师 理想很好啊 做不到啊 换一句话说 没有信心 我们怎样让这些人 恢复信心 这是我们今天 第一桩的大事 所以这一次在巴黎 这是佛菩萨干排的 不是人干排的 联合国的总部 居然的时候举行 庆祝 释迦摩尼佛 2550年的威赛节 主题 是佛教徒 对社会的贡献 用这个主题 教科文组织 一共是192个国家 都派得由史杰 住在巴黎 那么就估计 这次能够参加大会 至少有一百二十多个 国家以上 他会来参加 还有不能出席的 我们大会里面的 光碟纪念品 每一个国家都送到 随着邀请函 送到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我做这个活动 就为了两句话 就为两句话了 我的这个活动的目标 哪两句话呢 第一句 宗教困团集 这一次我们新加坡 十个宗教代表都参加 到那边开幕的时候 做祈祷 你看看 全世界宗教团集起来了 不是假的 第二句话 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 我们在汤池 做了这个 不到一年的实验 我们的杨老师跟蔡老师 到那个地方 有一天的专题讲演 给他们做出报告 欢迎他们 爱好和平的人 到这个汤池去参观 去考察 人民可以教得好的 我们所讲的这个理论 可以落实 不是空洞的 这样就把参与世界和平的 这些人士的信心 带起来了 我只干这两桩事情 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因为我知道 参与和平工作的人 有很多人参加十几次 二十几次 越到后面去了 越没有信心 每一次会议 结论都非常好 做出结论 也都送给我看 那么这些结论 交给联合国 联合国在分纵 给每一个国家政府 后面没有下文了 所以我就 我也说了 真话 不是假话 不是人家国家领导人 看到你们这些 会议记录 实际上没有人 我估计没有人看 态度好一点 送到档案室就归档 不好的话 丢到辞职楼里面去吧 确实 谁肯听你的话 谁肯听你的建议 现在人都自以为是 怎么会听你的 真听 多次参加之后 信心就没有了 我参加五次 我就发愿了 以后不再参加 我都了解了 不再参加 没有 还要不如我在 摄影棚里面 讲华严谨的效果殊胜 最难得 也是有这么一个机缘 认识一些国家领导人 我都在旁边 从容他 鼓励他 一定要把 伦理 道德 因果 智慧 现在还有人 忌讳宗教 从避免宗教 我把宗教换了 换成智慧 智慧他们就很欢迎了 科学 无一样东西 大力的提倡 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世界才能够和谐 非常难得 我们在中国做了年龄 现在中国政府居然提倡 和谐世界 和谐社会 最近提倡的 霸荣霸止 这些年来 我们都很拥着地在落实 那么这个自自然然地 跟这个国家领导人的 理念 政策 相配合 困难 是有的 不能说没有困难 但是 越来越觉得 方便 事情越来越好处 影响的范围 也越来越扩大 那么这次 这个霸几的会议 可以说 达到世界的顶峰 这个肯定 会产生 很大的影响 希望 因为现在 每个国家地区 迫切地 希望着 安定和平 安定和平 绝对不是用镇压 用报复 能够达到的 那个只是借冤仇 仇恨 愈激愈深 不能解决问题 联合国 为这桩事情 每一年 开很多会议 投下去的人力 财力 物力 不及其数 从去年年到现在 三十五年 世界 动乱的频率 年年上升 灾害 越来越大 也是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我们 从这些地方 再回过头来看看 我们的老祖宗 治理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大的一个族群 五千年 能够走向 安定和平 这是什么原因 外国人 外国人看到中国历史 说是奇迹 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和不相处 没有别的原因 教学 建国军民 教学 为先 中国人懂得用教育的方法 真的 人民是教得好的 每一个人 都懂礼 都明义 所以传统的教学 离义之邦 孔子 他的学书 用一个字都代表 人 孟夫子 一言 人得爱人 爱自己 爱家人 爱宗族 爱灵力相当 爱一切人 弟子归上 凡是人 皆学爱 这是我们教育的中心点 义 是寻理 就是要遵循 大自然的原理原则 遵守大自然的运作的直询 这个叫义 人不可以违背自然 违背自然就不义了 父慈子孝 胸游地宫 这是义 中国人讲这个 巴德 巴德有两个讲法 孝体中心 离意廉耻 另外一个说法 忠孝仁爱 性意和平 这两个说法 把它合起来 去掉重复的 这十二个德目 那就是 孝体中心 离意廉耻 仁爱和平 这是意义 我们齐心动力 言语造错 都不能违背 在佛法里面讲 在佛法里面讲 佛家的戒律 持戒是行义 这个一定要懂得 以推及近人之心 爱自己 爱意却重生的心 来行义 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 这个装饰行 绝对是从自己本身做起 现在人 为什么一般人做不到 把利看得太重 利是动乱的根源 利要不除 这个社会的动乱 就不能够脾气 所以一定要知道 用仁义来代替 利益 贪利益 要用这个方法了 利人之比真的 不是一种好事情 那么利能不能真的到呢 如果利真的是真的到 我相信孔子也出了证 释迦牟尼佛也出了证 证不到 你用任何方法 道也好 偷也好 用种种非法手段 得来的财富 跟你说 都是你宁利用的 你说你愿不愿吗 命里有时 总是有啊 命里无时 莫强求啊 不是真来的啊 佛说得好啊 昨天我也给主书说过 我懂得发财的方法 释迦牟尼佛有理论有方法 这是当年张家大使教 佛思识门中 求父亲爱情 我认为辩corn eyes 求富贵得富贵 求儿女得儿女 求长寿路得长寿路啊 没有一样求不到啊 这个求道是你命里没有的 你求啊 真的是你求道的 命里有的 那个不算了 用什么方法求呢 布施了 所以张家大师教过我 财布施得财富 越施越多 决定不为自己 为众生 有财富 替众生造富 替众生多做一点好事 绝不是为自己 这个就如理如法了 法布施得聪明智慧 无为不实的健康长寿 我们 帮助别人化解冲突 帮助社会安定和平 无为不实 从什么地方做起呢 从我们自己 很小的事情做起 跟人见面 陌生人见面 对他笑一笑 点个头 不花钱 又不费事 这就是什么 给他和平的讯息 这个就是 他的古报就是带来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那么现在住在都市里面 同住在一栋公园 住了几十年呢 个别的那个人 姓什么都不知道啊 见面不打招 其他的都是我不晓得 我这次在香港住了五个月 我知道 没有打招呼 这个社会还能和学吗 还能不出乱子吗 那我们怎么做法呢 我们上下电梯 见到每个人 小信息给他点个头 他回到报的也很好啊 这就叫不失无畏 这就叫给社会带来安定和平 小动作 见一切人 我们都打招呼 我们都表示善意 比如需要帮助 我们尽心尽力地帮助他 一切先要有这个心 有这个意愿 然后自然表现在自己的行为上啊 这个样子 我们才能做出三种布施 你就得三种果报 我是专修布施 不求果报 可是不求果报啊 果报拼命来啊 来了就多做 舍得 舍得这两个字是佛门的数 你使就有得 谁才得财 谁华得聪明智慧 谁无微 就得健康长寿 素食是 我 谢谢大家